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足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 关注一下广东南南 广东南南在本轮的比赛当中是在客场108比101 算是逆转战胜了上海队 这场比赛对于广东队来说还是比较难的 球队的人员伤缺是比较严重 尤其是核心后卫赵锐 本场比赛因为累计技术犯规不能够上场 所以说对于球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最近三个赛季赵锐都是球队在整个阵容体系里边的第一组织者 他的助攻次数都是全队最高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一开始显得组织上来说是有些混乱的 不过好在球队本场比赛的外线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最终的话在上半场凭借着比较精准的三分球 能够不让差距扩大到20分 下半场又随着三分球的手感越投越好 是彻底的把对手给投死了 把比分给逆转过来 那么这场比赛在获胜之后 对于广东队来说也会迎来两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首先第一个消息就是赵锐的竞赛已经结束了 下一场比赛他是可以回归的 虽然说这场比赛在没有赵锐的情况下 赢下了上海南篮 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打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的 对于广东这样的球队来说 他肯定是以夺冠为目标的 那么在常规赛阶段消耗的越少 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彼此的胜利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球队要有一个整体的战略规划 那我相信随着赵锐的回归 目前球队的一些老将 比如像易建联 像任俊飞这样的球员 他的出场时间会相应的得到减少 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甚至有可能会得到轮休的时间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色的消息 对于球队在季后赛的征战过程当中 能够留有更充沛的体能 第二一个的话呢 就是在本轮的比赛当中 除了广东队赢球之外 辽宁队在客场是输给了浙江广煞队 那么这场比赛 对于辽宁和广东在季后赛当中的对决 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 浙江绸州银行南篮 在本轮比赛当中是赢球了 那么他们也就提前锁定了常规赛冠军 而深圳队又不可能赶上辽宁和广东 那这也就意味着 辽宁和广东将会继上个赛季之后 再次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尽管此前辽宁和广东两支球队的战绩相同 但是因为广东在本赛季的首轮比赛里边 缺席了与南京队的比赛 所以说是没有积分的 那也就是说战绩相同的情况下 辽宁会领先广东一个积分 广东必须在战绩上反超辽宁才能够压过辽宁队 而这一刻在本轮比赛当中就实现了 对吧 广东赢球辽宁输球 双方排名发生互换 那广东成为了联盟第二 那在季后赛里边 如果能够保住这个主场优势的话 对于广东来说将会起到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因为两支球队实力都在伯仲之间 那么谁能够多一个主场 无论说是在裁判因素还是在现场观众的这种 加油助威的声音当中 都会享有更多的这种主场的待遇 那么获胜的概率自然就非常高了 因为两个队从历来的交锋 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 基本上胜负都是在五分球以内的 也就是两三个球 对吧 关键时刻的判罚 关键时刻 谁能提上那一口气来 那谁就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从而拿下整个系列赛进入到总决赛 那主场的这个球队很显然会占有更多的优势 所以说广东在这场比赛 借助自己战胜上海队的这个优势 最终成功的压住了辽宁队 那么只要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广东队能够赢下最后的三场比赛 就将彻底锁定常规赛第二的位置 保证能够在季后赛里面面对辽宁队的时候 享有主场上的优势